谢谢罗台长 他的上辈子啊 他的上辈子啊 就是 骂人骂过头了 骂人骂得太厉害了 我看见他上辈子是个女人啊 明白吗 但是他虽然骂人 但是他修心念经的 所以他这辈子才能投男生 你听得懂吗 现在我告诉你 他现在人是个好人 全部被你掌控着 因为为什么你很厉害 你儿子全部听你的 你一辈子 把他就作为自己最爱的一个人了 你的一生都附在他的身上 听得懂吗 对对对 你知道他跟你前世什么关系吗 你们夫妻关系 所以我告诉你 爱他爱得不得了 所以他的婚姻不会好的 听不懂啊 怎么 怎么弄 怎么办 念姐姐咒 明白吗 酒精咒 姐姐 化姐冤姐 姐姐咒 还要念 消灾 吉祥 神咒 很短的 念念 嘴巴里念念 就会好起来了 你帮他跟他老婆念 每天给你儿子念49遍 给他老婆念49遍 明白了吗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化解我 你儿子某某某某和我媳妇某某的冤结 每天念 念了之后他就会跟你儿子好起来了 明白吗 现在你这个媳妇有点欺负你儿子 对呀 对呀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呀 本来人家很好的 你是好像想抢了你的男朋友一样的 这个婆婆很厉害的 你听得懂吗 你好好跟我天天念 李佛大悲观 你念了之后 你就会慢慢好起来了 你相应不相信 那么他这个聋哑病能够好吗 聋哑病是吧 我看看啊 你现在还没念经呢 你根本不可能避应他的 你要好好给他念 三年之后有个机会 三年之后 有个机会 可能 所以很多人生了什么 恶病啊 什么东西 千万要坚持 只要能活着 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 有一种药如果出来了 它就能好了 实际上这种药 这种发明的东西 全部都是天上菩萨给我们人间的 所以有时候 你只要好好念经 等到他三元到了 他就行 三年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知道 你好好地给他念 他小房子要的非常多 至少一千两百张 你明白了吗 还有你要改毛病 你以后嘴巴不能这么厉害 你太厉害了 你这个人 全打南山门湖 脚踢北海蛟龙 明白吗 改毛病 自己孩子不容易 千万不要再去伤他了 因为你老在他面前讲 那个媳妇不好 儿子会心中会产生仇恨 对他的内分泌全部失调 非常不好 你现在的儿子肠胃也不好 听得懂吗 肠胃经常一冷就要胃痛 吃东西不舒服 明白吗 讲都不要讲的 他的肾脏也不是很好 肾脏不好 左面 左肾脏 明白了吗 你现在这样 不要让他吃得太咸 明白吗 我觉得他吃得太咸了 你们家是不是靠近宁波啊 宁波人吃得蛮咸的 没有我们在上海 上海是吧 对 吃得太咸了 好吗 你也听台长的话 把你额头前的头发 碌碌干净 好了 好一点 找找运气吧 好好念经会好起来的 好吗 三年之后有个机会 我不知道是因为 他的里边的身体机构 内分泌调整之后 会不会有一点点听得见 就是或者喉咙会讲得出来 或者他业障消得快 他就能千年铁树开的花 听得懂吗 好的 你的儿子现在已经被你宠坏掉了 小时候 明白吗 我告诉你啊 你一定要 真的要忏悔 忏悔 再忏悔 你听台长话 好了 好的 谢谢啊 下去吧 谢谢 好 那么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修订 订阅购